为了因在韩国当地扩散的MERS疫情 汉城地区包括侨团侨社以及驻外单位都严正以待 虽然当地政府并没有强制校方要停课 但是为了顾及孩童的健康以及家长的担忧 包括汉城华侨小学 汉城华侨中学 水源华侨中正小学都宣布停课 预计有1300多位侨生受到影响 MERS疫情在韩国持续蔓延 驻韩代表部除了密切关注侨胞在当地的情况 也发布个人管理卫生及预防措施 政府更派遣卫福部疾病管理署防疫医师陈孟瑜 前往汉城华侨小学 汉城华侨中学及协会等机构 举行保健说明会向侨胞宣导正确的防范观念 汉城多索侨校在师长的辅导下 让学生们戴口罩上课 勤洗手 学校保健室更准备了杀菌液 温度剂 口罩等配备因应 毕业校友所组成的领友会 特别捐赠了医药用品给校方 确保孩子们的健康无余 最近因为MERS病毒 我们汉城华侨小学也做了一切防范工作 准备了洗手 消毒液 温度剂 口罩等 随时做好应变的措施 由于MERS确诊病例持续增加 在家长的建议以及校方考量下 包括汉城华侨小学 汉城华侨中学 及水源华侨中正小学都宣布停课 我们汉城华侨中学也就是跟着韩国的政府来跟进 但是没想到这次韩国的政府没有什么表示 只讲每个学校的校长做了一样情形 你是挺客 你还是上课 所以这个我的压力就很大 今天我们可以讲因着家长的要求 我们今天暂时挺客 到目前为止 韩国全国各地 暂时挺客的幼稚园和学校 已超过一千多所 受到影响的乔生预计有一千三百多位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校方将等到疫情减缓 再评估复刻时间 台湾宏观电视黄群 韩国首尔采访报导